我要來看到是在花蓮的一家老四號麵包店 是因為廠商把這個包裝袋給印反了 導致印有字樣的那一面在內 這個油墨就直接拖印到麵包上 受經過顧客反應 業者不但是坦誠舒適逗欠 同時也提供消費者不限時 不限條件退費 包裝袋字樣印反 原來廠商製作的時候 將印有油墨的膠膜反制在包裝袋內 才會導致新鮮麵包沾上印刷油墨 花蓮這間老字號的麵包店 日前被客人抱怨 麵包帶上的油墨污染麵包 業者立刻檢查庫存麵包袋 結果發現一整包被廠商印反的瑕疵品 業者坦言開了29年的麵包店 從沒碰過這種問題 除了坦誠舒適公開道歉 同時也進行補救措施 其實當下老闆娘其實有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是非常難過 所以他是認為說他希望一直都提供很好的品質給花蓮鄉親 但這次出錯的部分我們還是願意負這個責任 當下老闆娘跟老闆就決定說做一個全額的退費 跟就是全面的品項做八折 連續三天打八折老客人都很開心 因為過去從沒見過店家打折 發生問題坦然面對重新拾回顧客信心 業者表示只要八月六號到八號 曾經到花蓮中山店消費麵包的顧客 都可以拿著發票到店裡退費 記者是麗琴 花蓮報導